大家好,今天有一宗花边新闻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挺有趣的 在订阅之前,麻烦大家按一下订阅键 最好就给点赞 有时间的,请看广告 同时,屠夫是一个Patreon的户口 是专写一些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和有趣的故事 请进去看看,可以成为屠夫的会员就更加好了 谢谢 最近香港经常有些展览、大公仔或一些艺术品 在户外展出 对印尼很多朋友去参观 同时也有很多批评 很多人觉得这些艺术品和环境格格不入 而且不太美,不懂得欣赏 屠夫对这些艺术亦没有什么认识 其实任何东西都只有两个结果 就是好还是不好 好还是不好 好还是丑 喜欢还是不喜欢 在香港才有这些展品 最近在英国北威尔斯 也有一个问题出现 话说在北威尔斯有一个非常古老的历史城镇 我尽管读一读 不知道有没有读错 如果读错就希望大家纠正我 这个古老的城镇就叫做Luthen 这个镇不是很大 很小的 人海也不是很多 这个古老的城镇 好几百年前都是一个 market town 专门做一个贸易生意 威尔斯是二龙立国 以前是买卖畜生 或是植物也school 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 试的很悠久 我曾经讲过 因为威尔斯本身 这个国家 也是很保守 到现在也是 那些人也是比较保守 所以比较纯 或者对外间的接触 不是太多 现在主要是监视回网 从前就靠新闻、看电视 所以住在这些小城镇、小乡、小镇的朋友 就是Local People 、本地人 可以说对外间的接触是比较少的 亲身接触是比较少的 如果你也是很享受自己现有的生活 那种宁静、和谐 他们是很欣赏、很尊重自己的本土文化的 但是最近在这个城镇发生了一件大事 有一个叫国际艺术的节日 或者是嘉年华之旅在这个小小城镇举行 那个时间也有28天 在这28天里有各国不同地方的艺术家 就会在这里展出和推广 或者他本地的文化 即是当地的文化和当地的艺术的发展 而其中有大约有几天 就是一些中国内地的艺术家 就是负责这个推广的 其中有一个艺术家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这位就是来自中国黑龙江省大庆市的著名中国艺术家 就是岳敏君 相信大家都见过他的作品了 就是在他的作品里面 经常会出现一些大笑、狂笑的面孔 雕像也有,画作也有 都挺出名的 应该不少人都见过 岳敏君在北威尔斯的小城镇 建立了一个像吹起公仔的东西 大家看看这个 就是他一贯的作风 是一个大笑的大叔 摘着一个像是气球 在这个市中心 因为这些小城小镇 没有什么高的建筑物 所以,据当地居民说 这个展品 在几英里之外都见到 当这个展品 设立了之后 就引起区内的控洞 那些居民有很多评语 但负评比正面多 很多人都说 这个展品很欲酸 很曖昧 以及吓起小孩 或者看看居民有什么意见 有居民说 这个所谓的艺术品 这个粉红色阿叔 他说 像哪个呢 他说 像Donald Trump 那个baby 即是Donald Trump的BB 也挺像的 另外一个就说 他说 这个大叔 好像爬过一堆神石 也挺有想像力 另外有位太太 本地太太 更加抵死 他说 你叫这些做艺术? 他说 come on 这个人 即是这个雕像 这个大叔 像什么? 他是像便秘 他说 如果你觉得这些是艺术 留给他 我们都不会欣赏 不过 也有些正面的反应 今天有个男人说 算了 做这些东西 就当搞笑 挺好 他说 近几天都听到 有很多街坊 就用这个粉红色大叔 来说笑 也有些欢乐气氛 他说 的确是 艺术这件事 就不是人人懂的 我指向角色 艺术这件事 是非常之主观的 你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没得解释 还有艺术家本身 他的脑袋想什么 和他想表达什么 也是他自己 随心意愿的 就是说你能否感受得到 那就既人见智 当然是 岳敏君这些艺术品 在亚洲也受欢迎 因为他的表达方式 就是用一个笑念去表达 一个比较深层次的感觉 或者感受 当你没有正常表达的能力 或者是时间 或者是一些方法的时候 唯有利用艺术去表达 而同时在很多地方 亦有些共鸣 大家都觉得 对啊 除了这样笑 还有什么办法 但是来到英国 这个文明社会 情况又不是很相同 例如你去到 或者英格兰 一些大城市 可能都可以的 因为你在这些大城市生活 确实是 那个节奏又比较快 还有生活 或者各样的压抑 甚至政治上的压抑 也有的 你不要以为民主国家 没有政治压抑 一样有的 你看看现在美国 就知道了 搞得了一锅谱 是吧 但是如果你把这些展品 放在一个 与世无争的地方的时候 情况又会不同 首先 我对于艺术的看法 其实我自己也不抗拒 因为我们的女儿 读大学的时候 就是读艺术的 就是她很喜欢去那些 艺术博物馆去看的 所以每一次我们去旅行 去到欧洲 哪里旅行都好 很多时间都是去这些 艺术馆那里参观的 我记得有一次去这个 米兰 一间叫做现代 当代 不知道什么 艺术馆 就在米兰大教堂 旁边 就免费入场 那我就去看了 看完之后 连我女儿都说 都不知道她里面搞什么 例如进去一个展厅 有三面白色的墙 没有东西 每一幅墙上 只有一条线 当然是有少少讲解 但是也没有 主要是靠你自己进去 我到什么 而触动到你的思维 或思想 而产生一种 叫做艺术的反应 但是我没有艺术细胞 我进去就觉得 如果是这样的艺术 那通交艺术 无论如何都要见识 我亦都和我女儿开了个玩笑 我走过一个地方 又是一幅很白的墙 就挂了个灭火桶 然后我就站在那里 就好像欣赏艺术品 欣赏她 我女儿走过问我 爹地在那里做什么 我说 女儿 这件艺术品的确不错 然后我女儿说 不是呀 这件不是艺术品 这个只是灭火桶 为什么来的 接着我跟女儿说 女儿 我当然知道 我只是说个笑话 给大家听听 居民好像是真事 话说就是 在欧洲有一间很出名的博物馆 当然有一些叫做新派的 或者现代的艺术展览 吸引很多人去看 其中突然有人发现 哇 有一件艺术品 不得了 这件艺术品 就放在展厅的正中央 就很多人围着去看 在那里欣赏 越围越多人 越企越多人 越企越多人 就又在那里 Selfie 又在那里 讨论这件艺术品 里面隐藏 或者那种 意境 或者 甚意在哪里 是吧 又会带出一些 什么讯息 哇 几十人围着她 在那里 在那里讨论 那么突然间 有位年轻人 就拨开那些 那些人群 他说 不好意思 那为什么呢 原来这个艺术品 就是一个背囊 和一瓶水 就放在地上 原来这位 年轻人 这个学生哥 他不记得了 拿回 然后大队 就打算上车 走人 谁知道 去到门口 才发现个壁 原来我扭下了一个背囊 和一瓶水 在那个展厅中间 那里 马上就回去拿 然后呢 拿走了之后 那那几十人 就站在那里 那他们可能在想 咦 其实 这个小孩 这个行为 会不会是 一种行为 艺术的表现 或者是 艺术品展出的其中一部分 可能有人这样想的 但实际上 当然不是 只是一个小孩 留下一些东西 回去拿回 那我说回 这个北威尔斯小镇 因为这些居民 在这个小镇 居住这么多百年 都在一个环境里 叫做与世无憎 是吧 所以他们就是 很不习惯 这类的笑容 那你会问 他们会不会笑呢 他们当然会笑 威尔斯人很喜欢笑 很喜欢讲笑 但是他这种笑声 甚至他们的样子 那个笑法 不像这位粉红色阿叔 那样 这位粉红色阿叔 这种笑法 对他们来说 是挺恐怖 不正常 甚至他会问 是不是这位大叔 精神有点问题呢 如果我见到 这个剪板 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人物 就是我很多年前 所看的一出西片 就叫做 中文叫做小丑回魂 就是这位主角 他是一个小丑 是不是应该带来欢乐呢 他的笑声 他的笑容 是不是应该 亦是比较亲切和爱 令人想亲近呢 但是你看到他一笑 你是想走开 你是想避开 所以千万不要怪 那些北语师 小镇的居民 不要说他们不懂东西 不懂欣赏 这些老老 艺术 艺术 就没有说懂不懂欣赏 艺术 艺术 刚才说过 只有喜欢和不喜欢的 你开一瓶酒 只有好喝 还是不好喝 就没有说懂不懂欣赏 所以文化冲突 这件事 是常常有的 不只是东方 或者西方 有文化冲突 就算你本身自己 西方 很多文化都有冲突 只要你一种文化 去到另一个地方 而这些地方 接受不了 那便会有冲突 至于人家接不接受 是人家的事 是吧 千万不要 就是将自己的文化 去取代了人家本来的文化 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就是文化入侵 麻烦大家 subscribe like comment share 按个小铃铛 有可能的 看完广告 麻烦你